這個設施是什麼 這已經被撞毀了 車進了去嗎可以 哦哦哇哇 哈囉大家好我是古貝 歡迎回到我們的瑞伯特 顧海生全冒險 我們上次的從瓦努納角來了 就是那個還在建設中的一個建築 還是他們都沉到水底了 總是打扮那個大鯊魚之後哎 那個鯊魚聽說 會有屍體哎啊我怎麼回頭看就不見了 好像可以剪掉他的頭 但是我要沒剪到 那不就消失了嗎來不及了 這種應該是特殊boss吧 應該只會出現一次 嘛總之我們就先往下個地方走啦 那在我們航行的途中呢 其實我們這邊又稍微做一些改良 主要是我們之前說 空間不夠了 我在後方的又蓋了一個大空間 哦有點像拖船的感覺 他這個好像沒辦法用 呃繩索啦或什麼東西 後面再綁一艘 呃分離式的這個船 所以這個地板還是得蓋 我想說用橋 但這個橋只是可以走 但要接建築物的話 你從下面這邊還是得蓋 所以這個橋只能來做裝飾 看起來像有一條路這樣子 然後後方呢把很多機器搬來這邊了 像是我們的熔爐啊 也是四個 然後我做這個比較大的這個箱子 這是一個櫃子 那他可以放 40格是一般的中箱子的兩倍 哦那這個 是還蠻大的 這他材料也是蠻貴要泰嘛 那我這邊做了這個更多的這個 呃精煉的啊 放更多的燃料 好我們現在燃料就全部用在這邊了 然後把它接到引擎上了 好這邊引擎啊 用這個就可以航行比較久 就很久不用補燃料 我這個其實還蠻耐用的 然後再就是啊回收機 這邊材料一次放 好像可以拿到一大堆垃圾塊啊 好像還蠻缺的 那順便還蓋一個二樓 哦就是加減利用一下 雖然還不曉得要放什麼 在想要不要把樹搬過來 不過 我們暫時沒什麼在砍樹哎 因為不缺木頭 只是要拿那些水果的話 好現在也沒那麼急的拿 那風力發電機就放在這邊了 那這個充電真的好好用哦 這個就是免費的電啊 就放著而且一次充四個 我現在電力真的是無限哦 超級好用 那用現在引擎可以遠端遙控 所以引擎都放在超遠的地方 那我們這邊原本地方呢 哎就放水啦 進水器放在這邊 然後這些水缸 因為我們還有解鎖這個淡水壺 一次裝10個水 所以這個裝一桶之後根本喝很久 我現在也都在喝果汁 所以根本就沒在喝水 然後這邊做這個染料廠 好這可以做染料 啊這個染料有夠多哎 我才捲5個花朵就就 120個這個顏料了 我想真的有要塗顏料嗎 木頭色也蠻好看的不過 我們就先把它合成一下吧 然後下面船艙呢也稍微整理一下 這邊又放一個大櫃子 裝一些其他的材料 然後現在材料量啊真的蠻多的 這邊我們就排一整排 因為很容易撿到一大堆 這樣稍微有空間了 不然之前真是塞滿滿 那這邊哦用桌子擺一些這些玩具 這種可能還會拿到更多 到時候再說 那這邊呢有一個電烤架 哦這很方便哦 我這裡烤兩隻大魚 那一般的肉的話可以烤六片 下面三個上面三個 然後吃電 我現在電算是我們最便宜的燃料了 然後這邊菜單多到我 直接用一個牆貼在旁邊 好就用一個這個炸雞雞 然後我們自己拿到這安康魚桶 他說帶上可以發光 好像真的有點亮哎 可是哈哈哈會變這樣 真的有亮了嗎 還是只是好看 好像 感覺有變亮 那還蠻戰視線的下面還有尖尖牙齒 啊這個頭好多哦 但暫時應該是沒什麼特殊用途 然後這種頭都可以拿一堆肥 哇這個量也好多安康魚頭 一次也是堆的一半哎 哦 這個頭都是兩個就滿了嗎 鯊魚頭沒有很滿 鯊魚頭是比較少 反而安康魚頭這個量好像比較多哎 哎 我們好像已經到 陸地等一下怎麼有陸地 哎 等一下這裡有陸地我到了嗎 怎麼那麼快 哎這邊要卡住 這裡有冰哎 哎來到冰城區了 等一下 我們的目標還在右前方 等等哦 不是這不是這 我們這樣坐著去嗎 要倒車了 那目前第一位目標是在右前方 所以在那邊哎 我們可能只能靠近 中間一點的地方 這個塔是什麼呢 電纜 嗯 我們可以拿起 電纜 然後拉去哪裡 今天先把電纜收集起來 兩個電纜的 OK 所以大概 可能要現在每個塔先收集 所以我們不曉得我們現在要去哪裡 前面哎有一個小屋子嗎 稍微去看一下 哇這感覺就很容易迷路哎 白毛毛的一片 這邊看一下 哎還有山洞哎 哎呦好大的冒險區哦哦 這難道是 雪上摩托車 哇哦可以開了 哎這這好多了嗎 雪上摩托車 有這我們移動就方便啦 可以 這個要不要有啊 這可以跳嗎 哈哈哈 等下我們卡住了 嗯 上坡 哦不是很好開啊那邊有基地 找到基地了 啊又裝車了又裝車 哈哈哈會不會出事啊哎到基地了 這裡有人嗎等一下 這地看起來很完善哎 這裡有沒有人 danger 拉電纜 哎這要拉電纜 沙拉去哪邊我們先拿這個字條 好 廢棄的冰屋 就是要拉去哪裡 拉開拉開 拉到這嗎 停止拉電纜 哎接上了耶 我這裡還要再拉 要拉去哪邊下一個啊這邊嗎 我們是把它通電嗎 這個線都斷掉了 這樣哎我接上了 然後再拉 還有啊 接到哪邊這個嗎 不是 哎 這裡啊這裡 哎門開了 街上的意外的哇我這邊是 那個健身房哎 哎 有電腦 健身房 這裡怎麼有健身房 就這樣健身房 一大堆材料 沒有人啊這裡 那這地方到底在幹嘛呢 哇他這個門好像都要想辦法 拉電纜 哇那個電我可以從這邊拉嗎 剛從上一個的地方 這裡可以再拉過來嗎 哎呦呦呦 他那個燈是可以一個一個接了 那個電視都通的耶 真方便 起來 人家家 這個家也算是蠻 蠻好的啊這裡 感覺說蠻完善的東西 又有製造販賣機 這裡有買東西 所以我們這邊硬幣機可以留著 這邊也許可以換更好的東西 需要電了 我們電纜用光了耶 所以就是要去外面那邊撿 不然這邊房子沒辦法全部都打開耶 哇沒的 今天沒辦法再拉的 哎地上有錢 那旁邊這邊好像有一個 基地站哎這一塊 他這邊雪橡還蠻多燒的 這裡呢 哦 這是什麼研究基地 你進去看一下 哎這裡面怎麼 哎這裡有毒物 這裡有毒物等一下 進不去 我有什麼防毒設施嗎 沒有哎我現在 怎麼會有毒啊這裡 總之上我們先去找更多的這個電纜 先把那個房子都打開 變好多個塔 喂這個什麼北極熊哎 這可以養嗎 北極熊 啊北極熊也咬人了 喂我的車 北極熊來啦 我家 喂 第三人稱戰鬥 我砍到嗎 喂 第二人稱看不到有噴血 喂 很像很兇喂 北極熊 喂假 假 北極熊怎麼耐砍 還是我其實根本就沒打到他 第三人真是沒辦法戰鬥等一下 有啊有砍到 你這邊有 血應該真的很多哎 你真的砍不死哎 砍了好幾下 至少哦解決了 至少有砍個十下以下吧 哇 啊北極熊 哎呦北極熊頭哎 這邊果然也有 又有一個裝飾了 哎呀旁邊這邊也有另外一個基地 哎 該不會下面都是毒吧 這一個可不可以進去 地下室到底發生什麼了 哎這裡好像可哎不行 這也是毒 哇 我可以偷拿這個 這進去就不行了哇這這這這 哇我們要找到這種防毒設備才有辦法 或是可能排氣散嗎 裡面通風一下 不然我們還沒辦法進去 哎哎我的雪橇 被熊打爆了 等一下 他整個飛起來耶 喂 喂 我們這個戰鬥 砍超級超多下 喂 ok 很好打是很好打啊 那血真的太多了 我的刀真的會爆 我現在是有多帶個長矛 可是 這麼多隻熊應該很快就爆了 哎發生什麼事 我在震動 雪崩嗎不會吧 你在震動哎 這裡 這個設施是什麼 開進去 這已經被撞毀了 車進了去嗎可以 哦 哇啦 哇啊 掉下來了 哈哈哈哇 怎麼辦掉下來了 雪崩我居然沒有受傷 太誇張了吧 哇 回不去了耶等一下 救命 我們遇難了 我們只能想辦法 哦有這個冰冷的河水嗎 哎呦還有安坑魚哎 冰冷的地方 很危險的這裡 哎呀 我講哦兩件可以解決 用弓箭的話 金屬弓比較兇悍 他怎麼還在飄哎哎不死了 嗯 我以為他死了也沒有 啊然後我就飄走了 還是要4件 哇這邊通出來的樣子哦 有了 冰的洞窟 哇這感覺 感覺太不妙了吧 這裡有樓梯 哎呦這裡是通到哪邊去 哇哦 穿 到基地裡面了嗎 這裡有毒嗎 哦 哦呦 居然是地道哎 這有研究人員 很多的筆記 有地圖哎 啊這是這個島的地圖嗎 右邊這個設施進去 哦真的有哎 左下角左上角 三個點的樣子 那筆記不曉得代表什麼 因為看不太出來 這邊好多錢 錢到時候啊 有人哎這邊極地探險的 還是狗狗 這個 他這邊探勘 做某種事情 然後這裡 紙條哎鉤子哎 四分之三 這鉤子是什麼意思 我現在筆記還缺好多張哦 這裡 船被熊摧毀了 自己的熊那麼強哦 可以摧毀一艘船 拿著氣喇叭的男孩出現啊 所以那喇叭是來趕走熊的 趕熊工具 op open 可以開這也是哪裡 啊這是我們剛要進來的那個地方 就上面這個設施 這我們一定要從那個 一定要掉下去才上的來耶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 物品包 接鎖弓箭 誰來二樓 二樓哎二樓有什麼 有一個這個是什麼啊 他是要組裝一個什麼東西嗎 很像一個的表情 這邊看起來有非常多的電腦 伺服器之類的東西吧 這邊談談談這個呢 哎 哎缺少一根線嗎 不能用啊這是wifi是不是 不能用哎還有樓上 三樓 哎呦這什麼意思 三樓 哇哦 哇哦這什麼 哇哦 先按再說這什麼天文望遠鏡嗎 哇真的是哎 可以觀察星星 但這個星星 哎這個八是什麼意思 八 就是這裡 很像一個傳矛的一個星星哎 啊這邊有第四個字條帆船 密碼鎖 怎麼先往上 看星星能幹嘛呢 鯊魚座 有這種星座嗎 這裡 海鷗座 真的有這種東西嗎哎 機器人哎 哎可愛的機器人 上面這是鉤子 哎還是順序是我們這個撿到的字條的順序啊 第一個很像一隻鳥的 有這個圖案嗎 然後有一個表情一個圈的還有帆船 那我現在看到的是有點像鉤子的這個符號 有哎有一個圈哎真的有哎等一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二是九 哎這個該不會是那個鳥的圖案吧 有點像但不太確定 那是的話他就是五 所以是五九然後剛那個鉤子呢 剛鉤子去哪了 鉤子的話是一二三四五六 五九六 最後一個是帆船 但我好像沒看到這麼完整的一艘船啊 這個嗎 五九六四 應該是哦 我們要找到密碼了 五九六四 我太聰明了 裡面有一個賽熱捏的鑰匙 很多錢 還有一個高級固定毛 就是這個 我們這應該可以遠端操控了 那有鑰匙之後呢 還不曉得是哪邊的鑰匙 但可能是那個小鎮嗎 再過去看一下 那這個島 我們算是右上角探過了 然後左上角跟左下 都有一些秘密要探 那我的車剛應該是垮下去了 所以再開一台 反正我們撿到很多電線回來了 我們把這邊的房子都開開 這個拉進來 哎 我這裡面目前都只有一些 材料哎還有一些代幣 沒有一些重要的東西 我這一間是 醫院嗎 診所哎 對我們極力的診所 入水槍道 他用打料材料把船修好了 他不是跟我們一樣嗎 沒事打撈照一艘船 神奇的 哎這什麼好藥膏 然後這上面最大的一間 這應該是最後一間我們可以進去的 這邊特別難拉 這邊還有兩間 這個然後再跟這個 這一個應該就是最後一間 ok 先看一下前面這個 我們現場現在只有一條的 應該就是材料小房間 來看看我們的最後一間 哦比較大哦 這裡是什麼 這裡是 會議室嗎 集中在一起的地方 啊這邊有販賣機了 有些杯子盤子 這都裝飾品而已哦腳踏墊 還有什麼 哎他真的沒什麼用哎 都是裝飾啊 雖然這裝飾大概就只有這邊買的到 但我還好啦 有些他們的照片 然後一些花花草草的東西 來看一下他樓上 樓哎樓上居然有就是撞球 在賭錢嗎 賭硬幣 這裡 沒有人 有沒有感覺我們的人 應該還有一個 就這次新增的角色應該還有一個 可能快遇到了 哎這裡有一張藍圖 這什麼高級的升值藍料 哇哦所以是有加強版的 太好了 我們之前就只能用那個 破破的東西 還有噴燈哎 那我們現在主要有鑰匙 然後多一個噴燈 等一下應該會用到 這個鑰匙不知道通往哪邊 我們要再找找看 所以這裡大概就這樣了 就是來拿幾個藍圖的啊 然後決定我們先回船上 我們先有這個車就很快了 嗯哎啊這個可不可以帶回船上 我這樣是不是隨時可以開 哎回我船上哇 沉下去了 沉沉 沉下去該不會就沒了吧 哇 哈哈哈哈 我把它開機點是不是可以 帶回我船上啊 可以嗎感覺好像離開這個地方 就不見了耶 打這邊順便來學習 我們剛學到了新的兩個藍圖 那現在做這高級固定毛 需要八個鈦我的鈦用光了 這個我們就放在 哇好像很大哎 我們放在最後面好了 那這高級毛很大 那後面要一點支撐 他才有辦法放 這樣子 這樣就可以遠端控制了 這個毛看起來也非常的重啊 那接下來往那個有光的地方走 應該最後的地方 就是要到這了 地上其實有一些路徑的腳步嗎 有一條路 這邊 哎這裡有辦法進去嗎 門是鎖住的樣子 先下來看一下哦 哇有一個大門 這裡 哎可以開嗎 噴燈 哦把它融化 啊鑰匙孔 這應該就是那個鑰匙啊 有 我們都拿到了 哎剛好這邊是最後來的哎 耶打開這個基地了 這裡該不會有毒吧 這裡 ok 嗎 有電 裡面那什麼東西 哎但是我剛剛看到旁邊 哦那邊也是雪地車而已嗎 有沒有不同的車好像沒有 好走過兩邊雪地車 那我們就進去囉 這裡的基地是 在研究什麼啊 這感覺很高科技 這這這 這是什麼東西 這邊有三個基地他有輻射 哦那是核污染嗎 插入控制桿 沒有控制桿麻雀 哎麻雀是我們最早遇到那個有代號的 哎呦啊這個嗎 防護一頁 裝備 投資者有一個是內鬼 有內鬼停止交易 反應爐鑰匙 哎 綠色能源會被壟斷 its mess to begin 哦哦哦 我這邊也通往其他的基地 那我們現在有這個防護一就可以走了 有1跟2 那我們先去1吧 然後1啊 1所上了好 那我們只能去2了 防護一長這樣 還拿著砍刀 哈哈哈感覺像什麼 殺人魔的感覺 這個這是反應爐 好然後去這邊 沒事吧 ok 但總覺得這裡面是有怪怪的聲音呢 該不會這個 輻射會造成變異嗎 變異老鼠會不會出現 這邊 這有什麼開關 按 真的要按嗎 不是有密碼 兩碼 RB 只有兩碼哎 該不會 20 啊該不是元素表吧 RB是什麼 RB的元素表 我們就是要使用 人類的智慧嘍 哎不是怎麼看 啊 哎不是防護一枚了 對對對對對對對 救命 防護一整個就 就這樣爆了 哈哈哈哈 防護也太不防護了吧 哎這有時間限制哦我的天啊 哈 好那我今天我要趕快窗不能亂逛了 那RB呢我們剛運用的現代科技呢 他是盧的元素 啊元素列是37 我這也許會有提示這樣玩 37 哎這什麼意思 哪邊開了嗎 這個cl 是多少哦 cl 玩的他是要一次輸入的 哎不是你玩這個還要考元素周期哦 我要先筆記cl 等一下再查 還有什麼 cl 跟 pm clpm 好啊這邊有這邊有這邊有寫 然後防護也等一下要沒了 好從這邊是37 ok 25秒內輸入 然後再來這個是有的是綠 綠的話是17 好這 ok 然後隔壁那一個 隔壁那一個 pn 呢是這個 哎661 成功了嗎 還有嗎 他是柏的一個元素 好嘞 這樣是 ok 了嗎 但毒還是有 但會解鎖什麼嗎 我們該是要來找一個控制桿 門開了 是要來找控制桿的 啊這邊沒有毒了嗎 這好像好了 哇這是我等一下回去怎麼辦 防護又爆了 防護是將會爆炸的東西嗎 我不能夸著欄杆偷撿 好的 沒想到還要考化學啊 雖然旁邊有貼元素表了 那這邊呢 哎呦 哎這裡又是什麼 核反應爐嗎 哎有怪蜘蛛哎 裡面總有怪怪的東西 天啊 有不同的奇怪敵人出現了 這個控制桿 找到了 我們好像需要找個三根還是多少啊 這裡太妙 不過他中間還有補給這個防護衣 可以了 又可以繼續了 這裡嗎 要往下還是樓上啊 這應該是開通 沒有哎這裡沒辦法走 想說是另外一邊的門 所以要下去囉 哇下去都是毒 好的 下個元素表在哪邊啊 哇這邊感覺很濃厚哎 防護會損壞的更快嗎 轉 哎蜘蛛 這什麼鬼 哦 這 機械蜘蛛嗎怎麼有點 基礎感 哎有肉哎 怎麼還有 哎為什麼那麼多 為什麼那麼多 還是我不該打他們 我應該一直往前衝嗎 我怎麼就轉一次就拍一隻蜘蛛出來了 是不是騙人的等一下 這個勒 沒有開是不是還在多轉幾下 要多轉一下 哦要轉很久 哎太開太慢了吧 哎開了嗎 可是我等下鬆開是不是就沒了 而且我的防護衣感覺要不夠了 哦開了開開開了 先往上衝 上面應該沒毒了吧 ok ok 這裡好了 防護衣可以先不用 有的上來了啊 哎裡面還有一大堆 基礎蜘蛛的感覺 好兩根控制桿了 應該還有一根啊這邊回到 類伯一 這邊是密碼嗎不是 可以開嗎 沒有電 這個要 旋轉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 雷射嗎 旋轉然後反彈反彈反彈 反彈到哪邊去啊 我們看一下 我們先試試看 嘿 哦 哦 這個要射到哪 我碰到會不會出事啊這個 這個射線哇會痛 哈哈哈哈 果然會痛啊不能關哦 那我就只能蹲著走 駭客任務的感覺 好啊要再過去一點 哎有了嗎 哎 是要再過來一點 叮 還是直接弄到門上 哎哦把它弄壞就好了 那我直接砍壞它不就好了嗎 這樣物理破壞就就開的 好滴 上來了 這裡是又有毒了 給 你去往前了 哎呦 哎呦 快到那個中心點了嗎 啊這邊又是雷射哎 雷射 你偏縮刮東西 哇這感覺 各種旋轉 是要轉到哪邊去 先看看 應該哇 哇很複雜的感覺 好總之應該是要轉到 這個來嗎 哇解謎時間 哎這個按鈕這不是按鈕 我想說這已經發會又有什麼 神奇彩蛋的 先射再說 好反彈這裡 調一下 下一個 下一個 這個應該要再轉過來 往這邊 哎這個鏡子 好這個鏡子來 哎嗯嗯 好像不太對哦 哇防衛要沒了 我們要先回去了 這要慢慢踹一下 過來 這邊好像快成功了 哎呀 接到這邊來了然後 一腳這條過去 過去 嗯想要接到左邊一點 哎 角度差一些 好像這角度就是差一點就差很多哎 哎好像有接到嗎 這裡快碰到了 再轉一下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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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超難接的 這個路線 進來的 啊這邊還是有毒 等一下撿了就走哦 控制桿有了 還有一個字條 建造實驗式反應爐 漂浮城市 他們現在不願意坐在海面上 現在直接漂浮在樓上了 哇哦 這麼厲害 在某地方他稱之為烏托邦 漂流者跟舊世界幸存者的 和盆共處之處 哇哦 你的控制桿可以插上去了 有了 好 我們把三個都插上吧 有一個投資者控制那邊 奧諾夫 是那個背叛者嗎 擔心他對這個圖謀不軌 我們先插入好了 冷卻流程就緒 使用 控制桿卡住 哪有卡住 控制桿沒有卡住吧 防疫弩鑰匙 然後去開這個 該不會要爆炸了吧 就是覺得 總覺得這種東西 其中之後會爆炸 走 這樣怎麼還有錢 是不是有什麼警告 警報呢 這邊怎麼還有毒啊 嘿 啊這裡 大堆 哎這樣也可以搖到我 神奇 肉 這個肉就可以吃會什麼 那變一豬就不能吃 這個 旋轉 他說這個卡住了哦 我來手都把它解開 這裡是 在幹嘛咧 ok 好反應如果好了 哎 等等 等等怎麼一個超大蜘蛛 我的刀 你們為什麼有超大隻的傢伙 哎我現在要去哪裡啊 每一個都開哦 這麼多哦 然後還有這討厭傢伙 我不管了 我們先趕快打開 門外好像一個大 大大大蜘蛛 還沒有啊 快快快快快 這有幾個 啊三個還是四個 快走開 走開走開 好我們的防禦要爆了 哎 還來 哪邊來的 沒了吧 快快快 真的要爆了哎我們可能要先回去一趟 三個 還有第四個嗎 哎好像好了好像好了 耶 毒解除了門開了 哎這邊是不是有通啊 出去了耶這邊有結冰了 這邊還有錢 結冰 哎呦 這裡是怎麼冷凍艙嗎不會吧 該不會這邊冰凍的哎有人哎 你是我們最後一個夥伴嗎 這感覺 還有個人存活 我現在拿東西 烏托邦 這是我們最後的一個坐標的嗎 高級熔爐 啊燒金屬更方便了 我這麼後期才有更方便的哦 之前只有一個石頭做熔爐 哇哦 那我們來解放看一下這個存活的人是誰 你是誰啊 哎呀 是一個大叔 他叫 修狗 就是大叔 他們把我留在這了 你還有地方接到一個生物工程師嗎啊 感覺很厲害耶 我們下次角色也可以換這個角色 修狗 從工程師 ok 加入了我們所有的夥伴哦 都解鎖了都正式的加入了 這邊的員工 那我們現在可以離開這個極地的地方了 那我們下個目標就是烏托邦 這根感覺已經到非常後期的地方哦 ok 這次我一定要把這個 雪上摩托車帶回家 哈哈 到底行不行 來啊我的船 一路衝 我這邊 快一點快點 衝衝衝衝衝衝衝 nice 上來了 哈哈哈 真的可以用嗎 哎不是他在船上不能動哎 哇 但只變裝飾了嗎 我至少把它暈上來了 但在船上 完全不能動 好啦 ok 啦 把它帶過來 他還可以移除掉哎 我們就先放著吧 那這是我們剛解鎖的電子熔爐 哦也是用電來燒東西 但現在應該是要太 我現在沒有太的 在這邊也拿不到哎 這個北極的基地 然後我們最後的烏托邦呢是4757 來輸入這個坐標不曉得在哪邊 噔噔 哎在右方哦 兩公里之處 哇要離開這個雪地了 我們要想辦法倒車出去了 那現在我們可以遠端控制個毛的話 我們現在操作都只要在前面就好了 哦超級方便 我們想辦法先離開這個冰河區 我們船有點大所以 不是很好開 有時候很容易卡到邊邊啦 好的那我們現在呢 差不多先到這邊告一個段落啦 感覺我們快要進入最終章了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戲呢 不要按個喜歡讓我知道 我們下次再見 大家拜拜 在這邊 看什麼